这里是台铁新左营站,也是高铁和捷运三铁共购的车站 而前面这两块空地呢,都发局将会以公办都更的方式进行招商 未来这边能够新建上半大楼 这两块空地分别是国防部政战局和交通部铁道局所有 在左营高铁通车以来已经迟至16年没有开发 高雄市都发局启动左营高铁科技之星 将2.6公顷原为转印专用区和广庭用地 并更为商三的商业用地,明年2月采工半度跟分三级招商 规模将达到百亿元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都市计划的调整 像公园或者像那个公车转运这个的公共设施的取得 来让这一个地方的都市开发不仅满足商业的发展 也能够打通这个地方左营后站这个开发的增结之处 让这个地方的都市发展能够更为完善 未有这样的开发契机主要是因为半导体产业S囊带计划 科技产业链进驻原中油炼油厂之后 衍生的服务性设施需求 市府独发局因此运用TOD大众运输导向发展策略 拟定细部计划进行公开展览 三万以上的这个新就业人口 它的新形态 这个未来的这个商务人士的进出商务旅行 办公国际交流会展 以及它未来的消费都必然需要有一个汇聚的这个地点 那这个需求最佳的这个区位就在左营高铁三铁共购的这一个区块 除了因应半导体衍生的商办会展等服务性设施之外 厂商新建的商办大楼将透过人车立体连通空桥和高铁站串联 并且提供公车转运设施 那透过那个台铁高铁以及捷运 这些有彼此互动的串联 那这样的商务往来也能够与绿色运聚 带动一系列的商业发展 在这项计划案完成审定作业之后 市府将启动公办都跟招商作业 全案开发规模预计达到七万多坪 提供商场办公商务转运和停车空间等设施 强化北高雄左营高铁旅运枢纽机能 记者邱怡婷 赖昌邦 高雄报道